各位好 現在我要介紹11 Stroke Row 在 Swing 這個節奏裡面的運用方式 但這個運用方式有很多 現在只介紹其中一種 11 Stroke Row 在我其他的影片裡面已經有做一個初步介紹 如果你不知道11 Stroke Row是什麼 你可以先去追溯一下我之前的影片 那我現在把這個11 Stroke Row 運用在 Swing裡面是這樣子用的 基本上把它設想成一拍有三個等分的時間點 你也可以想像是每拍有三連音這樣子的感覺 我要從前面一個小節第四拍的後半拍開始打 你也可以想成第四拍的第三個時間點 所以想成是Forty Ta Forty Ta 這個時候打下去 那為了讓大家可以聲音聽得比較乾淨清楚一點 我先打在鼓的框上面 再來喔 再來喔 1 2 3 2 2 3 3 2 3 3 2 3 4 2 3 4 2 3 這時候敲下去 或者是 One Tita Two Tita Three Tita Forty Ta 好 然後 這是第一個點嘛 剩下就順著這個 一拍有三個時間點這樣子的脈動 把它演奏完 所以我來算一次喔 One Tita 兩拍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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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 bottom 這八拍發 好 這個風景得一拍一拍一拍 ondan 太安排fact 刀薩完結合一拍一拍nin Gru terminal 好那我們現在試試看 把它落在右手就保持在right上面 然後左手就留在小鼓上面 有囉 現在我把這個right加進來 在swimming 的節奏裡面right會踩在二四拍 1 2 3 4 1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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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就是它在swimming 這種律動 這個節奏裡面運用的實際情況 我可以把速度再稍微加快一點 聽起來更有感覺 1 2 1 2 3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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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現在我們來討論一下移位的各種可能 那介紹我比較習慣的移位方式 我會把這個右手移位在tomtom 先從高音的tomtom 然後中音的tomtom 再來是floor tom 所以會是這樣子 1 2 3 4 5 5 6 5 6 5 5 6 5 6 6 6 7 11 7 5 6 可以去設計有其他的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是非常多的 我再介紹一個就好了 就是等一下移位的方式 我的左手會從左邊的這個效果拔 從這邊開始移位 然後再hi-hat 再來是小鼓 右手就保持剛剛的這個順序 所以整個移動的狀況會是這樣子 1 2 3 4 1 2 3 4 把速度稍微加快一點 1 2 1 2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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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2 3 2 3 3 2 3 4 2 3 4 5 4 5 5 5 6 5 5 6 6 5 6 6 7 6 7